大家好,我是李恩玲 我今天要講這個跟我們講的路頻 就是政府最近都在推那個路頻專欄 但是我們都知道路其實沒有很頻 然後而且就像我剛剛騎的那個忠孝東路 其實他的忠孝七七伏伏 然後但是就是我們都知道路不頻 但是我們沒辦法回答就是路哪裡不頻 然後政府單位其實沒辦法回答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其實在鋪路的時候就是 哪裏不頻他們覺得不頻就去鋪一下 然後有人說不頻他們就去鋪一下 但是其實就是一個很沒有規劃的那種鋪方 然後所以其實鋪那個要鋪路的話 其實需要三個步驟 測量、整理跟執行 然後政府現在其實只能做到執行這一塊 然後我想要做的其實就是前面這兩塊 測量跟整理的部分 然後想要做的方式就是做一個APP 然後在這個APP上 因為每隻手機大概都有GPS跟VOLIN這種東西 然後所以在開車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APP打開 然後他就可以去測量說 現在這個地方的振動狀況怎麼樣 然後我們的後端這邊就可以去處理這些資料 然後把這些很多使用者的資料把它整理起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知道一個 錄平不平的一個圖資 然後可以提供給政府 或是其他有心人是可以使用 然後我們今天需要的一些人就是 基本上所有的人都需要 對然後歡迎加入謝謝 謝謝 好 其實錄 是的